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件难解的重大刑案侯友宜几乎无意不语 而且总是站在第一线 侯友宜从警31年因为破获许多重大刑案 让他破格升职 从巡观分队长一路当上最年轻的刑事局长 警政署长 警大校长 成了全台湾最有名的警察 而这想样的名气也让歹徒总喜欢点名侯友宜来谈判 侯友宜的形象就不是像人家说那种很软弱 或者说他会跟你很狡猾地跟你玩一些手法 所以很多嫌犯他希望说 侯友宜是不是能够扮演那种包心颠的角色 在警戒里面为他们去伸冤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号晚间八点多 陈静兴闯进了南非五官卓茂齐的家中 一阵混乱中屋内传出枪响 人质受伤了这下怎么办 警方决定要派人进去跟陈静兴谈判 但该找谁呢 侯友宜那时候是台北市行大大队长 他就说那侯友宜进去跟你谈好不好 他一定要侯友宜三个字拿到陈静兴说 好 可以 这个我可以 但是当下当陈静兴点名要 您进去跟他谈判的时候 您有选择的余地吗 陈静兴没有点名 他没有点名 大家都误会了 那是一个谈判过程当中的冲突 是 冲突里面你必须要去解决问题 一定要有人进去解决问题 你如果不进去解决问题 难得细啊 你在谈判过程 结束一段落以后 突然又发生了枪响 造成里面所有的伤 当然不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要有责任 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那时候进去是最危险的时候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已经有人直受到伤 你没有这边 我说你达到死了 失败了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 他中枪位置在哪里 我只听到人直的凄惨叫声 侯友宜卸下了紧枪 子弹 赤手空拳 弹枪匹马地进到了官邸里 所以你真的没带枪 如果那天戴枪我就挂掉了 因为他要给你说声 他说声啊 枪底下我说说声 那天我真的要没有讲信用 我就挂掉了 他一开始他喊成金银 叫阿晋 你要冲 对不对 那他一听他说你嚇 那个时候侯友宜就跟他讲说 哇靠啦 他听了说大的是你喔 就是这样 大家就彼此之间就 是不是那个江湖语言 江湖味道就让他们之间的距离 拉近了 当了二十多年的警察 侯友宜很清楚 面对这些穷途末路的匪徒 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沟通 让他卸下心房 然后你不要给我乱动 你乱动我一定麻烦 你想帮你毙的 那他是用台语讲 不是用国语讲 那位都很坏痛的 那两只手拿了两把枪 我一看 克拉克的 可以装四十颗莲花子弹 那两只手拿了那两把手枪 放来放去 心神不定 我靠过去的时候 他用枪就抵着我的头 来 手伸 突然他说到我口袋里面 带了一个大哥打 但是他以为那个是手枪 他以为他没有 你扎穿我 我马上说 怀念我 我马上怀念我 三百万 那是大哥打我 拿给你看 所以后来他们开始跟他谈说 你这样 不然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他希望说你能不能 大家不要想想 大家好好 想想把这个事情处理 看要怎么处理掉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慢慢地 就是犯罪心理学讲说 我们要先松懈受 这个嫌犯的心访 而且这个嫌犯 把攻击性卸除之后 你后续要慢慢跟他谈 就有办法 他能够洞悉这些 这些嫌犯 歹逐的那个心理 侯友宜的江湖话语 缓解了沉浸心的情绪 他告诉侯友宜 受伤的两个人 你可以带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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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一起 快点 快点 走到体 在安理啦 站在住 旁边要不动 那一个 十字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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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走也是 找到 Hese 快点 累上了 stored 走这在翔尺 time 进入到第15个小时 警方找来的 ked 晉鑫的太太张素贞 顺利说服了陈晉鑫 释放了只有七个多月大的小男婴 由侯友宜从窗户旁边 将小男婴平安接触 侯友宜进去了 然后把它倒出来 终于结束了 自然黑暗期 就像一个慢慢的长夜 那雪睡 终于看到书 我是眼泪止掉 眼泪止掉 眼泪止掉的原因 你看它是这样子 紧紧地抱着 抱着这个小孩 这一幕让所有人看见了 侯友宜的铁汉柔情 也肃立了他警察英雄的形象 而随着最后一名人质获得释放 台湾治安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也画下了句点 在这一刻 是侯友宜他警察人生的最高峰 而这一幕 也就此奠定了他国民英雄的形象 然而侯友宜曾经说过 这些成就不是他个人的 没有兄弟挺他 这个社会不会安定 侯友宜曾经为了捉拿枪击药犯 他失去了两名非常优秀的形式概念 而那也是他从井生涯 一辈子的遗憾 七零年代的大屯酒店 整个艳艳声歌 黑到白到乔事情都在这里 绰号宜兰龙的陈兴发 当初就在大屯酒店当趴车小弟 陈兴发的心态就是这样 看到了那么多的大哥籍的人物 在酒店里面一直千斤 他就会开始忍羡了 为了想当大哥 陈兴发抢赌场 路人勒索 案子一件接着一件 强大的火力让他有恃无控 其实我们今天不好的线索 在一个赌场要抓陈兴发 那时候赌场地有在淋水路 破坏地有 那时候等秦兴发从赌场出来的时候 就准备用车子围在台湖 常常拿在底的他 他如果把抗股当场就会把他打回 用那个提案当这个挡子弹的枪 如果没想到在那埋伏的时候 陈兴发到附近一个茶庄 连警察 陈兴发都敢杀 为了逮他 警方组成了第一次猎龙专案 部署重重众网就为了逮他 甚至还从宜兰发抢赌场 甚至还从宜兰的网友 找来了刑警李复兴 李复兴跟陈兴发两个人在大屯饭店认识 知道陈兴发是自己同乡 李复兴也都会找人多照顾他 专案小组找了李复兴 希望借由他的力量带回陈兴发 却没想到陈兴发的多疑 把李复兴推向了死亡 他说为什么我的行踪 常常会被泄漏 那有时候我刚离开这个点 警察就上门 所以他一直怀疑说 有人设计他 原本陈兴发还半信半疑 没想到在一次的围捕行动中 媒体采访拍到了李复兴的身影 这让陈兴发确信 自己真的被背叛了 那是姓名 姓名打给你 就打 我说你有沒有搞错 他说真的啦 你赶快来 我说真的吗 真的 赶快来 我一听 我们线兴很紧张 我说多久了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说没关系 你也要来 我说好 我就自己一个人开车 我就打电话给线上的李御兴 还有线上的王伯爵 还有建在载子的杨泽昌 我说跟他们说 你快快快 你们三天到河江街 长春路 都带我 人在那个旁边的首都饭店 有看到曾兴发下来 阿隆就来 你们在那里带我 千万不要落车 一定要带我 我从北国那里出来了 我就看很快 开到建国北路要右转 韩春路的时候 我就开始听到砰砰砰的枪声 我说惨了 这个枪声呢 不是变炮声呢 我就车子跟人家相撞 弄到因为我很急嘛 就装着我跳枪声 冲过去 我说惨了 李悠昌刚被打到头部 歹徒刚好跑了 我看到我心都凉了 那怎么办 我跟泽昌讲 赶快叫救我自己 自己好兄弟的生命 就在自己怀中 一点一滴流逝 这对侯友宜来说 是多大的打击 我用我的手去塞他脑筋 看能不能把他塞回去 能不能救他 我知道没机会 我一直就很难过说 会不会我的泄源把我出卖 只不过有同仁会吓吃呢 只会这个样子 那时候讲 其实我是脑筋一片困难 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这样一个结果 那个痛 因为这就是自己很友好 很守志的同仁 是他的得力助手 而且你看 早上还在开晨报开会 大家还在讨论说 怎么围捕之后 哪知道下一秒钟 接到的讯息的时候 他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是看到 那个生命已经逝去 就张罕面前被打掉 那时候我这真的很 很痛苦很痛苦 我记得那天 这只是事业丝毫 侯友宜一次失去了 两名弟兄 他誓言要在最短时间内 将陈兴发抓回来 就在隔天 他们锁定了 陈兴发的落脚处 台北市无形界的这间公寓里 他几个人就带着枪 带着手枪就去现场要围捕 他只知道说 陈兴发火力很强大 可是强大到什么地步 根本没有办法理解 侯友宜冲上了第一线 尽管手中的武力不敌 陈兴发 也要尽全力地拦住他 发现是一个细长形 他躲到最后一个房间 所以他有一个走到 做一个屏障 那我每次攻到客厅的时候 他子弹就从最后一个房间里面打出来 手机弹就从里面攻出来 他们还是用他们锦鱼的火力 牵制住成心发 让他没有办法跑出来 那没办法 我就开始要他们丢吹了瓦斯弹 逼他们出来一丢喊话一丢 将近三千多发的子弹 几乎都被警方打光了 陈兴发仍在里头对着警察开枪 但是上百名远警 已经将无心间现场团团包围 那警方一直要逼他出来就是了 所以一直往屋里丢震撼弹 可是那个时候陈兴发 他根本就不想要活得出来了 他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要跟你拼到底为止 因为毕竟他已经背了两条刑警的人命 他想说我死前就跟你玩到到底为止 所以他开瓦斯可能就想要自杀 刚好警方丢震撼弹 还有闪光弹 闪光弹是一种很毅然的那种 吓人的手榴弹 瞬间的气爆 让屋子陷入了火喊 陈兴发也因此葬身大火之中 侯友瑜他憧憬过程之中 其实他有一些很大的转变 就是在围捕破获那个 陈兴发强盗集团那一年 李富兴在那个枪战中过世 没多久之后 陈兴发就落网 那案子就破了 破了之后 那侯友瑜也破格 三个月之后就发生了 让他一辈子很难忘崴了 明过82年的 那个健康幼稚永火烧蛇事件 1992年4月 一名同事就在侯友瑜的怀里殉职 他还在沉痛的哀伤中 但没想到下一个月 五月一场火烧车意外 夺走了他儿子的生命 侯友瑜说那一刻 他才真正懂得受害者家属的痛 1992年5月15号 一辆满载幼稚园小朋友的游览车 从台北出发要前往新竹户外教学 车辆行经桃园平正式的中西路时 突然出了状况 因为他是从驾驶的座位后面 这个地方烧起来 前门这个地方就几个人 第一时间就跑掉了 那个司机也跑掉了 那问题是那司机跑掉之后 他还拿着车子的那个灭火器 要去灭火 可是哪知道那个灭火器一拿来 一拉就断了 因为那整个都过期了 都闲闲了嘛 起火点又是在驾驶座的后方 挡住了逃生的出口 车子里还有很多孩子没有逃出来 那个时候车子全部都是一两屋 包括地毯 沙发什么座椅 也有一个老师跟那个司机 就想要开那个安全门 可是那个安全门竟然从里面 汗死了 以前 以前因为要增加座位 竟然打不开了 那个缩细啊 那个也是没有车气 这没有安检嘛 在外头围观的民众越看越心急 就偏偏在外面敲啊 里面也在拍 外面也在拍 问题是那个玻璃就打不过啊 因为那密闭空间 一场火烧车意外夺走了23条人命 因为后来检察官要相验的时候啊 就请了他们消防队员跟那个刑事 一些老刑警 就上车去把那个罹难者的遗体爆下来 现场的情形 连许多身经百战的老刑警 看了都于心不忍 更何况是这些孩子们的爸妈 当时候幼稚园的老师林靖娟 在第一时间救了几个孩子 但眼见火越烧越大 车上还有好多孩子没下车 他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再次上车 却被烈焰吞噬 他一个头前啊 有一个人就叫他叫他 他又白头去 白头去 那里正前的车都掉了 我女儿她是在后面 拉了好几位那个学生出来 后来我女儿 她就跟我女儿进去 她就叫干妈干妈一直追进去 离门口最近的 就是那个林靖娟老师啊 然后她就抱着几个小孩 好像四个 就这样烧成一团 怀里抱着的四个孩子 其中之一就是侯友余的儿子侯乃维 学校打电话给 学校打电话给我说 五部游染车有一部火烧车 希望我能够帮忙 我说那你打1196 然后打 我打了可以啊 他还是希望我到现场去 他的语气 他语气是很惊恐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部游染车 烧起来又有五部去 所以他是在事发的第一时间 就拨电话给你 因为他们知道你的身份 OK 所以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所以你那时候心中 你以为的状况会是什么 我想说我能够帮什么忙 去帮忙一下 我也不知道火烧车 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 完全都不知道嘛 怎么会想到说 有那么多人走呢 而且小孩是五辆游染车的 其中的一样 刚好是我小孩的游染车 半路的时候接到 怎么样 他说什么 那个小班导师打电话给我说 你儿子没有下次 蛤 儿子没有下次 是什么事啊 我招车那一辆 你儿子没有下次 你提起来 他不是走路吗 我说你老师你刚好 不太早好看 早好看 但我真的有下次没下次 老师一直哭一直哭 他也没有 有一个明确答案 但是我知道 我的儿子知道 那一辆我就知道 所以我到了 我烧车的现场 看到整个火都起来 被肛门一息 温度很高 我想冲上去看 但是 在车门一看里面 一堆都是尸体 你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根本不用看 所以我就急着急 赶紧找老师 那小班的同学 还有没有人在 还有没有我儿子在你那里 小班老师就没有 他没有想 他抱着我痛哭 我觉得 去课的任何人都不对的 他已经进来话 他自己最大哭了 我没有 怪别人 我没有怪别人 所以那时候 他没有讲话 是让我最 不知道怎么对我太太交代 怎么去通知这个电话 还是我最偷 你怎么可以告诉你 太太我的名字 我不能打电话 所以我拜托我办公室 一个同人 去接我太太 不告诉他任何事情 后来把他接到 接到的时候 我太太一直问什么事 什么事 我就把他带到一个拍手 借一个主管办公室 把那个事情告诉他 他带忙 母婚过去 这就是人生嘛 那后来去看事例的时候 我办命案 看了很多事情 对我来讲 我希望把被害者的问题 能够解决 让所有被害者 能够得到安心 看他自己有儿子 不是只有这样子 那就做以前不懂的 什么叫做 白法人送黑法人 什么叫做 容长寸断 什么叫做追心之痛 尤其烧着那个纸 烧那个纸飞 就是那个名字的过程 每次烧名字 看那个飞 一直会扬起来 就想到以前 就念的那一段书 文章也没写的 紫灰飞扬 又离离回头望一眼 走不开啊 那这就没有办法 你为什么觉得 哪会发生这件事情 要怪你 如果我今天 不要那么忙 我只要九点钟 送给小班的导师 他会认识林老师 小班每一个人都走下来 小班每一个人都走下来 只有他没下来 他回头过去找林静坚老师 因为他跟林静坚老师说事 他觉得林静坚老师 会给他安定感 这没有错啊 他年纪又小 又坐在小班的最后一排 所以所以他做的这个选择 也是他跟林静坚之间的缘分 所以林静坚走的时候 抱着我们家小朋友走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 老天所做的决定 那也是我人生的福报 所以后来您是不是跟林妈妈说 让这个乃维就当林老师的 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 可以彼此的照顾 对 所以我现在那个 他的骨灰就跟你老师摆在一块 摆在隔壁 隔壁 摆在一块 我觉得他应该很幸福啦 我之前后来讲 儿子走来应该对他来讲 蛮幸福的 他一个天上的干妈照顾他 陪着他一起走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如果这个事没有办法避免 那就用这样的方式 看待这件事吧 这段时间肯定是非常难熬的 因为您提到 在1992年4月的时候 您的这个同事 李复兴殉职 5月的时候 乃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遭受到这样的疮痛 那段时间您怎么走过来的 是这样子 一个人面对很大的 生命的 淬炼的挫折过程当中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 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只有一个态度 怎么样去找回我的希望 让我重新站起来 我不会因为这样一些打局 我会存留下去 就算我在追击要换 一次抓不到你 两次抓不到你 我一定要抓到你 所以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 伤痛一定会过去 我们人是伤痛 如果创造新的生命力量出来 才能够走过我们的低潮 其实我跟我太太是 一直鼓励一直美丽 我们大家并肩坐在一起走 一起走 所以 主人儿子 我们只要再努力 希望把他生回来 这是我们的机会 在那一段最哀想的期间 有没有试着寻求 宗教信仰上面的安慰 我有看到一段故事是说 在云林民雄那边有个像是说 乃维会化作弟妹 回到你们的身边 有这样一段经过吗 这个是一个事实 因为人在一个最低潮的时候 都会去问一些不可而知的一些方向 尤其我爸爸妈妈很关心 你都很关心 来 我们来问一下 是怎么人生会走到这 会做到一百千安的 去问这些事情 是一个让心里得到一个方向的安慰感 我也觉得谢谢刘相思 也给我很多的宝贵意见 去买我们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到一个自己想要得到的一个答案 我们就更向前行 所以他是怎么跟你说 然后他刚才说这个小孩 我拿了一个 我小孩的生辰包子给他一看 他就讲一句话 不好意思 这个小孩没在的 老爷不知道 就这样子 他说他跟你没业份 这个人不在 这个人不在 那有些东西 我的人生是很多东西 那很多东西要相信 努力 努力很重要 然后到底老天怎么做怎么节点 我们都要尊重 所以老天也给你们一个新的希望 对不对 那可是这么巧 预产期是不是就是在乃维的忌日的同一天 那个时候你知道预产期日子的时候 你心头有一阵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每一阵就这样子 人生就这样子 人生不要去甩 甩都不是那种 人生要不变得衰痒 有严厌的小孩就跟着你 没严厌的小孩你要祝福他 大家顾美情的都自己希望小孩能够很好 但是不要往往期待太高 让小孩让他做他自己的力 让他自己做他自己的感情 所以后来我非常谢谢老天 给我很多的福报 我就生了两个小孩 是 既然不是儿子 但我非常非常满意 我有两个女孩 回到我寺那边来 乃家的预产期 居然是乃维 这个遇难日的一年后 每一年 我在帮我的小女儿 吹生日蜡烛的同时 也是我心爱的儿子的忌日 所以他自己就决定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商量了 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孩子 背负着他哥哥的阴影 就跟医生商量 提前剖腹 所以其实人生对我来讲 是有缺口 但是这个缺口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把我民谱回来的时候 是更加的严满 我很谢谢老天给我的赏识 我很喜福 很感人 侯友宇在那一年 就民国八十二年内 你看他在这个 陈心发强盗集团破坑之后 他虽然生了警政 破格生了警政 可是你知道 他的唯一一个毒子也在那一年 就是在三个月后就上升 那其实这个案子对他来讲说 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他开始内敛 就是性格比较没有那么外放 连续两件重大的打击 是短短在三个月之内接连发生 所以你第一个伤痛都还没有抚平 还在那个过程之后 你又要接连碰到第二个伤痛的话 说实在话 对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 那侯友宜是这样挺过来的 历经生死无常的打击 侯友宜他变了 他变得更加的沉稳 凡事尽其在乎 但求问心无愧 过去抓贼 是非善恶非常清楚没有问题的 但是碰到了三一九枪击案件 却因为牵涉到了高度的政治敏感 最后不管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都没有办法改变 信者恒信 不信者恒不信的命运 两千零四年三月十九号 第十一届政府总统投票日的前一天 各政党候选人加紧脚步 扫街败票 全国都沉浸在选举的激情当中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 台南市的金华路上 总统陈水扁 副总统吕秀莲站在吉普车上 一路支持民众放鞭炮 夹到欢呼 在平常不过的败票行程 突然间 总统陈水扁突然表情痛苦 吕秀莲也弯着腰捂着膝盖 败票行程因此中断 一行人往医院奔去 原来两个人受伤了 隔天就要投票了 这个时间点政府元首传出受伤 受伤原因并不明朗 当时候担任刑事局长的侯友盈 在第一时间就大击难下 他出发的时候说晚上回来看选情之夜 你们要好好掌控整个所有的选举的态 然后所有的搜证的资料 就各地方回报回来的状况 有没有治安一些什么冲突 选举的一些什么事故事件 我们每天都要整理 当时担任刑事局长 市秘书的王志超 回想起319那一天 侯友宜上飞机前 心里惦记着 还是隔一天总统大选的 选前治安工作 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受伤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一起正负元首的强击案 大选在即 正副总统却被枪击 不管是蓝银还是绿银 支持者的情绪都很高涨 全台湾逐渐笼罩在 诡决不安的气氛当中 他输不起 所以他用这个划布要剥 我在那位上班 我连成绩我都看不起他 所以各位平日天气非常好 大家一定要离票拉一票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其实我阿扁反过来 阿扁这样子 他全部都是为我们台湾人在打拼 为了安抚民心 晚间11点 陈水扁跟吕秀莲 在官邸录制的一段谈话内容 要向国人报平安 选前职业的敏感时机 蓝绿都取消了选前造势活动 然而中选会并没有因此暂停选举 选举活动如期举行 但选举的结果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谢谢 陈水扁跟吕秀莲当选 但只差了不到三万票 票数差距只有0.2% 这对来宁的支持者来说 他们完全无法接受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 我们准备要提出选举无效之数 选举无效 两颗子弹激化了社会的对立气氛 对于选举结果不公的不满 让蓝宁的支持者决定占据抚钱广场 进行抗争 我们要连书签名罢免才随便总统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检警的压力更大了 枪击案这么重要 这个是国际瞩目的 这个政治敏感这么严重的东西 你不赶快把事实真相弄清楚的话 那永远没完没了 枪击案扯上政治 各种传言阴谋论沸沸扬扬 连枪击案的真假都被拿来大肆讨论 身为全国总衙门的刑事局长侯友宜 已经扛下了所有压力 总共有七个政委 同时看到总统在第一个时间 从自然的状况突然摸住 要把他找出来 这是我们的决心 他说他在侦办三一九枪击案的过程之中 两条主轴没有偏废 一个是证明这是真的案子 那你就要找到开枪的人查到动机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是假案 我也要把这个案子 如果他也告诉他同人说 你们如果能够查出你这个案子是假的 你就是大工程 所以在政办三一九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聊 说我现在都把它录音 我现在查到这边 我在想再来下一步 或者是下一个结果可能会什么 那你们要帮我检视 你看看我讲的 对不对 用录音机记录下每一个办案环节 不断地重新检视 只是枪击案到底是不是自导字眼 是检警要查清楚的 但该怎么查 首先检警清查了附近两三百只的监视器 锁定了一个身影 其实一开始就要知道 所谓热区上面 谁比较可能涉嫌 那只有看到一个异常的人 就离开 往外跑 往外跑到底那个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 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在前面 这个是稍微凸 穿黄色金黄色夹克 跑在前面 就把那个黄衣凸头男的影像公布 公布就有人检举 有人检举说 那个黄衣凸头男就是陈一雄 陈一雄是谁 什么来历 警方没有头绪 到他家里查访也没找到人 家人说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却没想到几天后 死掉了 他3月26号 检察去查访以后 3月28号就失踪了 3月29号就 那个安平港 那个渔港 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警察也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 海巡的 就暗巡的 抱怨 没有经过警察 可是 人死掉了 你要查这个 也没有方向 也很难再突破了 即使怀疑 人不在了怎么办 好 这个就是 暂时一个断点 检警费了一番功夫 才找到陈一雄 怎么找到人死已经死了 这下糟了 线索断了 又得重合再来 好 我们就回到原点 枪击是真的 然后有一个弹壳 一个弹头 是铅 一个是铜 这两个弹头 两个弹壳 如何把它往上去追 一旦追枪再追人 刑事局的剑事小组 从这两颗子弹着手 并进行现场重建 国际剑事专家李昌玉博士 也为了319的枪击案 回台湾参与剑事 并进行现场的弹道重建 所有的剑事报告结果 他也亲自一一剑事 李昌玉到刑事局去 盯着那两颗刑事局 做过鉴定的弹头 以及刑事局所做出来的 所有的剑事报告 下飞机之后 到那里面就一关 就关八个小时 盯着这个 乱的这样繁复地看 八个小时之后出来 我有一说 当时压力多大 我吓死了 万一他是不是看出什么问题 结果出来 李博士就讲说 完全就是国际标准 国际水分 没有问题 那天发现 有很多玻璃粉 玻璃粉通通在里边 玻璃粉不在外边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这个弹道 枪弹是打在外边 禁聚了那些玻璃的碎粉 李昌玉的剑事内容 跟刑事局的剑事报告相符 从子弹再到弹道鉴定 确认了别离两人的枪伤 并非造假 子弹确实是由外往内射击 李昌玉的一席话 让侦办的方向更加确定 在这个铜弹的表面上 我们发现这个machine mark 在这个铅弹的表面上 也有这个machine mark 我已经建议 刑事警察局的工作同仁 跟侯局长 要进一步地了解 能不能找到这架机器 做这个子弹的工具 两颗子弹成了破案关键 再往源头追去 也许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花了好几个月逐一清查 终于让检警追到了枪弹的源头 唐首义 我们是从前期的子弹攻击分析 慢慢往前追 然后追到好几条线追上来 我们先讲了世界 实际上我们从二十几条线追上来 追到这个点 守住它 然后扣到它相对的一些物证 它没有 它牙口无言 而且它来检视总统 副总统的子弹的弹壳 跟弹头 拍看从它的手法制造的过程当中 它就描述得非常清楚 甚至也现场做了一颗弹壳 给我们所有的犯案床人来看 所以它做到自然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表示它有制造这个能力 而且制造的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的清楚 确认了子弹的源头 接下来再往下追 到源头以后 我要从源头由上而下 全部通通要一往曾请来 要知道 你做的多少是五十五十 五十五十派到多少人那边 然后每一个经手的 一个一个一个案 所以319为什么要查那么久 是鸭子罚水 然后海底捞针就这样 一个案件一个案件解决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案件 会到真正的枪手的手上 每一把枪都得查清楚 再将所有的线索逐一拉出来 查到了一个绰号叫做将军的 黄姓男子 再追下去才发现 那他是谁 他是陈毅雄的姐夫 那卖给黄医研 黄医研说不是我买的啦 是陈毓雄 糟糕 怎么又回来陈毓雄 没想到一年后 循着两颗子弹 又追到了陈毓雄 92年的12月 陈毓雄拿钱给黄医研说 你算是外面比较熟 有没有帮我买到一把枪 你帮我买 就黄医研就打听 你买枪干什么 我要用啦 难道这枪击案真的跟陈毓雄有关吗 警方赶紧监听陈毓雄的家人 果然听到了 就有一天去搜索了陈建州 陈毓雄的儿子 搜索说 他们对电话联络了 妈妈你那边的东西有没有收好 有没有销毁了 不是要销毁吗 有没有啦 你讲什么东西啊 就那个东西啊 你什么讲那个东西 我怎么知道什么东西 就讲那个东西就是讲不清楚啦 然后后来就讲到就枪啊 关键的对话 让警方决定展开具体 收手具体 那回来以后就隔离 不能他们串供啊 然后问他说 枪到底在哪里 那里面又讲什么 就是319的枪击案 那一把枪 没有啊 哪有什么枪 不然你在讲说 什么东西销毁了没有 你在讲什么 他们在讲出来说 你们都听错了啦 那个是遗书啊 找不到枪 却问出了陈毓雄 在死之前 有留给家人遗书 赶快要家属交出遗书 看看上头到底写了什么 每一个人把你遗书的内容 写一遍 最小的那个女儿 她记忆力比较好 她全部都看过 她都写了一份是综合版 然后再看妈妈的写的 跟她的生意一样 她几乎都想到 把所有人写的内容拿来比较 内容相差不远 但对于关键枪击案的内容 却只字未提 这些就是全部了吗 还有多少是家属没有说出口的 警察官就突破了她老婆的心房 326访问去查访的时候 她那天就把那件衣服就烧掉了 然后叫她老婆把她头发 这个鬢角这边修一修 她老婆说怎么回事啊 是你去干的 她不敢回答 她来跟他们的族女讲 她说她自己做的事情 她自己去弄一弄 她自己去处理了 就不要再讨论这个事情 像现在洞山要好久发生以后 到自杀那一段时间 她的性格完全改变 闷闷不乐 也不要说话了 这是陈一雄的作例 但是还有一些文字还看得到 什么公同绑大贤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都在臭骂她 那整个动机又开始 真的就是陈一雄有可能涉嫌了 然后枪也到她手上 两千零五年三月七号 枪结案发生后的第三百五十八天 检警宣布三一九枪结案结案 结案的内容触及敏感的政治议题 尽管背负着莫大的压力 但结案这一天 侯友宜人面不改色 她是对现实社会的一个状况的部分 这里面有些记载 她说墨碳之物业只怪太阳偏 有点愤世即死 那扁政府上台经济蕭条股市崩盘 向阿里总统该将这个事情 她已经自己承担了 造成社会的伤害 我深感不安 我向社会大受道歉 希望自己告取福利 整整三百五十页的结案报告书 直指凶手就是陈一雄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 如果这就叫做结案的话 那证明政府无意把真相调查到底 反而透过死人来作为唐猜的借骨 千万不要为了破案而破案 为了破案再抓一个人来让你充诉 没有作案枪支 没有关键遗书 最重要的是陈一雄死了 所有的真相石沉大海 靠着薄弱的证据力 就这样结案引起了许多争议 事后连陈一雄的家属都跳出来喊冤 说案发当时全市按照 检警引好的剧本来走 侯友宜问我要不要录影 当时我想 为什么还要录影 侯友宜就说 要不要录影随便你 我要回台北 后果一切由你负责 那我希望警方 不要把莫须友的罪名 架在我父亲的头上 更不要因为我爸爸的牺牲 而让某人安心 让某人升官 话说得很重 说得质疑全朝着侯友宜而来 侯友宜态度坚硬回应所有的批评 你洞山要求没有可告人之事 完全是公开 完全是透明的 我还怕检视吗 一个不想要生命的人 因为社会付出的人 你把它看成说要官位 拿出自己的尊严挂保证 319枪击案 侯友宜堵上了自己的声誉 但扯上的蓝绿 什么都说不清 都已经这么久了 相信的人还是相信 不相信的人还是不相信 改变不了 因为你喜欢哪一种颜色的 因为所有真相都公布在那里 你认为他不会在意吗 我相信他当然是有点在意 可是只能说任心愉快 坏就坏到我自己灵气大 大家都认得我吗 我国枪级要犯刘焕荣 在两位安全人员的押解之下 被押入了车内 他穿着白色的内衣 与深蓝色的运动裤 手脚上都戴着借户器具 刘焕荣回到台湾后 被关押在警备总部看守所 不过征讯工作 都是交由当年的台北市行大 除暴组长侯友宜负责 刘焕荣是当年大概是 职联邦的最厉害的杀手 杀了很多人 后来又跑到贵立兵 弄了一个妹妹血案 跑到日本 又跟齐瑞森 在发生枪杀案子 可以讲在国际间里面 算是一个杀手级的 侯友宜早有心理准备 刘焕荣没那么好应付 而且那时期 侯友宜追捕重大药犯 以票汉文明 江湖上弟兄们 对他畏惧几分 然而刘焕荣欲出惊人 回来的时候我开始尊训他 其实他刚开始尊训的时候 他也是对我很有敌意 你没了解我嘛 而且他跟我讲过 我好几次想把你干掉 刘焕荣说 我好几次想把你干掉 你说干嘛 你有一次在惊恐切临检的时候 你没看到我 我看到你 那时候我长江已经准备好 要试你 后来我旁边那个同伙 跟我说 你直接尊训 开心打死也不是 不得了 所以那时候就没了 那为什么这么针对你呢 也不是 因为我一直在追及重案 尤其那时候竹联邦 外传邦拍的 我少到很多 所以你闻声响亮就死了 侯友宜身为除暴组长 成为黑帮眼中钉 第一次跟刘焕荣没直接交手 逃过一劫 第二度差点被拘杀 是因为线报指出 1983年的华南银行抢案 跟刘焕荣有关 侯友宜跨海道菲律宾查案 这让刘焕荣很不高兴 觉得侯友宜穷追猛打 带了一票弟兄 打算到旅馆拘杀 他跑到菲律宾的时候 我还又有个情报线索 又跑到菲律宾去 去追及他 他听得更不舒服 等一下他跑海外 你还来追我 还好侯友宜因缘忌讳下 换了旅馆 让刘焕荣扑空 不过接下来 两人正面交锋 刘焕荣心房很重 一个字都不肯透露 这该怎么办才好 打听到刘焕荣 最爱吃鱼下巴和鸭舌头 每天带美食去探监 果然一星期过后 他终于开口 刘焕荣感叹地说 死前有个心愿想完成 因为常年逃往海外 从没进过孝道 他自然他回来一定可以判死刑 他一心只想见妈妈一面 那时候关在警备总统是有困难的 那后来我给他帮忙 我说没有关系 你这一生你只想见妈妈一面 我可以想尽办法帮你见面 所以我看到很感人的一幕 虽然他是死而不赦的杀人选坏 但是看到妈妈那一眼 马上跪下来痛哭流涕 抱着他妈妈一直惨来 当场感动落泪就跪下来 就跟他妈妈说对不起啊 对不对 他做错他后悔 下跪磕头痛哭流涕 刘焕荣哭着说 对不起妈妈 来生做牛做马再报答你 也不会再走上这条绝路 一辈子都要好好孝顺你 刘焕荣目送妈妈背影离开后 一五一十详细交代所有 弹案情节 所以刘焕荣那时候真的是 把这一段情记在心里面 对不对 哪有警察问案就不符 不先求就很逃避 对不对 竟然还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所以他就把画的一幅画 在临终的时候就送给侯友宜这样 希望说能够 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 就希望能够感谢侯友宜的好爱 这幅关公像 一手抚须 一手背后持刀 就是刘焕荣亲手画下 送给侯友宜的 侯友宜曾谈到 刘焕荣说过 也许我是黑道 但有些事情 黑道和警察 还是有一致看法 这番话 侯友宜解读 或许指的就是人性 后来他被枪毙也是 原始的毕竟那样 他也认为说 这是我最有应党的 他毫无应养 所以其实有时候 看一个实惠不赦之人 只要事后 他如果有悔过之意 也许我们也可以考量 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是梅翔 我们再回来 请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